没人牵我的手,那我就两手插刀 没人盯住我多穿衣服,那我就自己看天气预报 没有人陪我去吃好吃的,那我就订外卖呀 没有人跟我说晚安,那我就尽量早点睡 你看吧,我们一个人又不是活不了 你会开心,也会有钱 有他最好,没有拉倒 要努力,要酷,要做一个可爱的人 希望你每天有几分钟是真的开心 露出哑子那种开心 你还要打算等他多久啊 能等一天算一天 你觉得你们还有可能吗 没可能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等着去啊 没有为什么,就是想再等等 傻子 一起永远,我更喜欢一起这两个字 一起聊天 一起喝酒 一起加油 一起在海边的小路上散步 一起在异象天开里遨游 我不相信分开是为了让彼此变得更好 这种愚蠢的言论 因为我知道 很多事都是由你在才最好 一个没有因为物质爱上你的女孩 今后也不会因为物质回来找你 无论你混得有多好 在他眼里都毫无一 你这是什么姿势 这浪漫吗 这姿势有点丑啊 这可是我们东北 世世代代流传的 传统的姿势 最浪漫的姿势 每当有人跟我说 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 我都会一脸的问号 我已经站在你那边 把360度角都想了个遍 也还是我对啊 当我说话点冲的时候 请不要误认为我很无理 相反是我良好的教养 和自己手法的社会感感 阻止我直接动手 打爆了 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是 莫过于吃肉 永远不会欺骗 永远不会背叛 吃一斤 长一斤 永远真诚相待 最开始的时候啊 想当英雄 想变超人 想成为那种被光环围绕的 很厉害的人 后来啊 后来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 养一只猫 一条狗 有一个房子 和一个爱人 都说女生是水做的 温柔 不会乱发脾气 我也是啊 只不过是学毕做的 得捧着 不能晃 不能乱搬 不然容易炸 开开了吗 没有 我这脸太好玩了 一把年纪 不好骗了 各种招数早已烂熟于心 看着对方搬门弄死我 我甚至还想教他两招 最近很喜欢一段话 别人带我如何 是我的因果 我带别人如何 是我的修行 其实根本没有能想住我的人 不是你有多好 而是我甘愿在你面前低头 长久的陪伴里一定是我们在吵吵闹闹中 慢慢学会了大发脾气后再重新拥抱 自尊告诉我 这不可能 经验告诉我 这有风险 情理告诉我 这毫无意义 内心却有个声音说 试试看吧 毕竟我不缺朋友 我只缺你 嘴硬到底是什么概念呢 大概就是你说你要走 其实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可还是说 赶紧滚 人 人总是会因为嘴硬失去很多东西吧 我再也不嘴硬了 你回来好吗 你们知道眼睛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眼睛是用来装中意的人的 不是用来哭鼻子的 所有人都以为 你有数不清的暧昧关系 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 为了某个人 你孤独的像条狗 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就是当我们吵架的时候 别人趁虚而落 给你安慰 逗你开心 让你觉得你遇到了 比我更爱你的人 我希望你未来选择我的原因 是因为我强 我优秀 我让你欣赏 我令你发自内心的尊重和骄傲 而不是因为我顺从 柔弱 适合 我渴望见你一面 但并不会要求见你一面 这不是我骄傲 我在你面前毫无骄傲可言 只是 只有你也想见我了 我们的见面才会有意义 我这个人啊 真的很垃圾 看到别人谈恋爱 就觉得特别甜 特别羡慕 但是一到自己 立马就怂了 因为我知道 我太容易陷入一段感情 完全被喜欢的人牵动 我的喜怒哀乐 那种感觉太差点了 所以啊 我还是适合一个人 适合孤独 宝贝们 你们一定要幸福呀 我啊 就不冒险了 你 你 我拿拿手 你给你 我拿拿手 我拿手 我拿手 我拿手